師傅,我們又跟大家見面了 一字記之 今天年28年洗臘搭 不過未洗臘搭之前 我們要先跟各位粉絲或觀眾 今天拜個早年 要啊 恭喜發財 最重要的恭喜大家出入平安 身臟力健,健壯如牛 大家大利 心上事成,裁言廣盡 好 我們這一集 因為過年初八才出街 初八 其實去到初八 是新丑年的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是 即是金牛年 師傅,金牛年 初八出街 有個初七在前面 你一聽就告訴別人 初七是什麼日 初七 好像人日 每個人都知道 人人生日 過生日 不如這樣 師傅 是 反正也是 新丑年 初一初二 初三 初四 你逐天告訴我們 是什麼日子 應該做什麼 其實這個是一個 相傳了很久很久 都考究不到 有些根據 呂窩的年代 初一 做什麼 但已經很難去考究了 但是 都有流傳下來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初一就是雞日 是不是吃雞 不能吃雞 最好就是 熟雞的人 那天都不要做殺生 初二就是九日 初三就是朱日 初四就是陽日 初五就是牛日 初六就是馬日 初七就是人 所以 為什麼 誰說的 初七就是人人生日 初七就是人日 然後還有 初八、初九、初十 初八就是谷日 五谷就是谷 哦 五谷就是谷 初九就是天日 初十就是地日 我這本通姓裏 其實 有了嗎 你們不用記 不用抄 看我這本通姓就可以了 揭去第十八頁 你們會看到 初一 這裡有個雞字 初二這裡有個九字 初三這裡有個豬字 已經代表了 初一至初十 就是每一天的代表 相傳就是有個慣性 就是 初一無論你是否熟雞 也好 就不要吃雞 尊重一下雞 另外 如果你是熟雞 那怎麼辦呢 那天最好就是 不要殺生 吃一下素 吃一下素 對 去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 去到人 人人殺 不會吃人 不會殺人 不要殺人 好了 去到初七 大家就是大家慶祝生日 是嗎 初八又怎樣呢 菊 是的 即是說 初八那天 沒有人熟菊 不熟 即是說初八那天 即是說 戒食菊一天 五菊 不是癖菊 不是癖菊 癖菊 甚麼都不能吃 甚麼都不能吃 對 甚麼都不能吃 就是 初八那天 不要吃菊 哦 好了 初九呢 初九是天 天日 相傳古代的皇帝 通常都會利用初九去祭天 去天壇祭天 九五之天 可能捧著羊 那就無所謂了 因為他不是初四 好了 他們初九就天子去拜天 初十就去拜地 哦 拜天地 那就對 拜天拜地 十天就結束了 結束了整個一年的頭十天 哦 那就對 為甚麼呢 大家都知道 《易經》裏面是說天、地 很重要 天和地 很重要 你看看那些卦象 兩而生四象 四象三八卦 那些卦象 拳卦、坤卦的全部都是天、地 衍生出來的 中國人是很聰明的 即是幾千年文化 一早已經說 其實那個天 就是怎樣呢 天根本就是宇宙 天就是宇宙 天就是宇宙 天就是付出的 天是 你要甚麼我都給你 我不會和你拿回 天天都是太陽 你有沒有和你拿回 是啊 太陽每天都給我們能量 是啊 是啊 那地為何又這麼著重 地呢 因為萬物生於地 沒錯 如果沒有地的話 我們真是講句難聽些 人類沒有食物 沒有食物 所以地是最油的 地是任你沒有的 不是地 不是地下 你撞我頭去 地下撞我頭去 撞我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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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地 地呢 就是給你種食物 是吧 那些憂隱都能穿下去 是啊 種生的地是最油的 是啊 地也是付出給我們人類 是啊 講句難聽些 沒有地就沒有命 沒有地就沒有命 人家炒樓那些就是 沒有地就沒有命 好了 我們講一下這個 初一就不要吃 初二沒有人吃狗 現在沒有人吃狗肉 現在就沒有了 沒有了 股市 你知不知道穿狗皮 狗皮外套 這些 不要說了 現在狗是寵物 狗是寵物 沒錯 已經是我們人類的好朋友 人類好朋友 沒錯 跑狗也沒有了 日圈跑狗也沒有了 豬就是初三 不要吃豬 吃小日豬 吃小日豬 多吃羊 其實羊很可憐 為什麼羊呢 又被人吃 然後又拿去拜祭 如果你說羊的話 你會很奇怪 這麼多的溫 你很少聽有羊 因為它是祭天的 一來是素食 以及相傳羊肉 是這麼多種肉類之中 最乾淨的一種肉類 自古到今 不知為何他們知道 所以他們很多 無論是西方宗教也好 中方 西方也是 制製都是用羊 對 他們都是用羊 他們一早已經發覺 羊是乾淨的肉食 所謂熟羊的人 真的很好 即是他們犧牲自己 心地善良 沒錯 就是這樣 初衡就是牛 牛也很好 整隻牛 每樣東西都有用 我自己由1984年開始 已經戒了吃牛 戒了吃牛 我不能戒 因為你知道 我經常見一些西人 鞭牛扒 馬 沒有 有很多地方吃馬肉 有很多地方吃馬肉 有 歐洲也有很多地方吃馬肉 是英國不吃的 因為英國王家 英女王家菜馬 你都是吃馬 怎麼搞錯 美國有 我那時在美國讀書 吃馬扒 吃馬扒 有 有 好 我們講到七人一 初七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告訴大家 初八就是谷 谷 吃少一日 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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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身體也好 九是拜天 初九 初十就拜地 初十就拜地 一到十 告訴大家 古代的傳統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迷信 告訴大家 你要這樣做 不是 我們只是講古代的事情 告訴大家 當故事相傳 聽一下 最特別的是 他說 典故 為何會有初七人一 初七為何會變成人一 師傅 我一直排 我也查不到 為何人排到第七 但我又查到另一件事 初三是赤口 初三是赤口 對 為何又初三赤口 最好是赤口 最好是 不要去拜年 免得大家吵架 又有一個典故 相傳天上有隻狗叫赤狗 不是赤口 赤口 是火狗 火狗 他便下來凡間 兜個圈 好了 因為他火氣很重 他經過任何家裡 人們都很燥熱 很煩 無端端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那就吵架 吵架 這個是相傳 其實是對的 沒有理由赤口 一定是赤狗 是 赤兔也有 有赤狗 是 有赤兔 赤兔 赤狗 人家就正正成了赤口 是相傳的 沒有人敢說它是對與不對 但相傳下來 一定是有起源 對 你講到谷 你知道我們這個混合 其實是想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是相負相成的 是吧 為什麼相負相成呢 第一 就是說 如果 講圓學來講 講完之後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有一點點 留意空談 講講講講 圓 我們講財經那些 或者我們講經濟那些 我們講來講去 我經常都講 沒有時間沒有意義的 講來講去都沒有時間 幾時都可以 你說升幾日升 跌幾日跌 反彈幾日反彈 什麼時候買 什麼時候沽 什麼時候沽 沒有時間就沒有意義 所以 可能配合圓學裏面的某些日子裏面 我不是用來炒東西 而在那個日子裏面 可能種的機會就會高一點 不會那麼迷失 知不知道 那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好 你問我 之前你不是教過我嗎 你不敢 你是我師傅 你教我 不是財經一定是你是我師傅 那怎樣呢 就是說 你跟我說過 有食物 農作物 是有些期貨 可以買賣的 沒錯 其實我在去年 我已經跟那些網台的會員說 你們去年是年初開始的 我就說你們盡量 買一些soft commodities 例如大豆、小麥、玉米等 這些的期貨 就賣 買完買到 買一張兩張就由它操作 我講個價錢給你聽 你剛提醒我 我講個價錢給你聽 去年我叫人買的時候 玉米大概是430元左右 現在去到563元 升了多少 就是不要經常說 買股票 這些才是錢 好 衰一邊 即是大豆 大豆 我叫人買的時候 800多元 現在是1390元那頭 50多 升了50多 是吧 一年而已 還有 Weed 即是小麥 小麥我叫人買的時候 大概是 我想是480-500元左右 現在去到650多 不要小看 香港人有時 思維的時候 只顧著股票 股票 買哪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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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懂 去年也是 我們工作人員都聽著我講 我說買銀好 買金的 銀的升幅是金的一倍 如果說percentage 銀升了50% 金升了20多 它是否跟工業上有用 這個 不要理它 是工業 這些已經不要理 但問題是因為錢太多 錢太多 就要找地方去趴那些錢去到哪裏 不是下下錢 現在是說百多萬億的東西 不是跟你說幾千元 一百幾十萬的東西 所以錢就會趴進去 除了趴進去 所以美股好像不能跌 因為很多錢就趴進去 那些 commodity 不能跌 因為很多錢就趴進去 或者 commodity 升 還有你師傅 你經常提醒我 因為你的通訊裡面 寫了兩年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 這件事就是說 我預測到氣候變化 但是我聯想不到期貨 即我聯想不到你說的 soft commodity 我們挑通眼眉 所以就是說 我有這個訊息 我自己沒有用 我不如交給你 如果以2021年來說 我會繼續預測 整年的天氣都不穩定 都是會直接影響農作物 沒錯 所以你看看 如果你真的要賣股票 留意食品股 那些東西 民以食為天 如果天要懲罰我們 不讓我們豐收的話 那些食品會不會貴 食品貴的時候 轉嫁到別人那裡 那些食品股便好 這些很邏輯性的事情 是的 因為我都預測 今年的夏天 以及未來過了夏天 就是立冬 那個冬天才重要 夏天會真的熱死人 熱死人 難怪拜登一出來就說 我要搞氣候 天氣候變化 然後 現在還未到正月 立冬 大約是11月7日 立冬 接著 可以冷死人 可以冷死人 不要管它一定冷 起碼是否影響農作物 影響大地 你說得對 我們親張頭 不要說熱死人 動死人 我們先說一些很溫馨的事情 溫馨就是我要問你 2月14日就是情人節 即是外國人的情人節 初幾、初三 初三情人節 我們中國都有一個情人節 元宵 即是15日 是的 我們下一集 這集是初八出街 下一集就要元宵 才出街 初八之後 原宵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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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們選擇元宵出街 即是不能選擇 因為明報 我們每逢星期五 每逢星期五 每逢星期五出街 出街 我們要留一通知給大家 看完這集之後 下一集更加要提 為何 每逢年初二 大家好,我是黃冠一 我和侯師傅的一字記之 新Patreon訂閱計劃 已經上架了 我們會在這裡 繼續和大家 暢談環球經濟和時事文生 當然還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風水玄學知識 記得訂閱